电源 把硬头伸上去 下一步就是回源点 它的网地可以左右 回到原点之后 把光标这个地方 收标控制 打开 打开之后 点这个画面 这边 把偏移 偏移打开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什么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产品的一个 产品的直径参数 我们把这里要设好 这下面这个是一个偏移的角度 偏移角度 这个是一个收标的偏移的速度 这个是收标速度 这几个 最主要是这个 这个要设置好 这个是一个它的印完第一次之后 我们把这个 第二道网版的时刻 把它要转过来 对上去 就是靠这个控制 天余角度 这就是这个 这个控制 标控标 对 按一下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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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光标 按住三秒钟 它这里会被闪烁 闪烁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转过来 光标转过来转到字体这里 我们再按一下 这个显示了黄色的灯 你看它一开之后它就不会亮 在字体这边它就会亮 这代表到它已经收到了 按一下搜标 做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设置这个参数 这里我们按一下搜标 然后就可以 这边我们显示屏上面 按手动搜标 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手动搜标 我们再把这个参数这里来改一下 改到-80 再看一下那边 这个地方是偏移偏移位置偏移角度 它就是控制一个那个产品的旋转的圈数 控制选择 控制选择 那个产品选择 再调个100 好我们再看那边 现在是这里 副方式这里 副数它是往左边旋转 正数它是往右边 好了可以了